大家好,我叫Fish,我是愛自由的創辦人 我本身都是社福的背景 我在過往的工作經驗中發覺用研究做輔導有限制 我自己很喜歡藝術 我希望透過藝術治療 可以令身邊的人或有需要的人 可以表達自己多些 和接受自己多些 還要去推廣精神健康 所以我現在營運了一間社企 就是透過用一些表達藝術治療的方式 去推動全人類的精神健康 而我最大的夢想就是做我自己喜歡做的事 和可以賺到錢 還有就是對這個世界有一些美好的影響 我們現在其實都在用很多不同的新興藝術 例如懷粉彩、手精物水、流體畫和生態平等的體驗 令大家可以在過程中多些喘息的空間 以及在我們的體驗中可以減壓放鬆之餘 又可以了解自己的情緒多些 因為我們都很希望大家可以知道 其實原來生命的可能性很大 而往往我們都需要一個休息的時間 令自己有空間去面對我們生命中的難題 我最深刻的地方是每次在工作址 看到一些同學在過程的會心微笑 又或者最後很喜歡自己的作品 很滿意自己的作品的讚嘆聲 都是我很深刻的瞬間 而另一件事我都很慶幸的 就是愛自由可以成為一個承受其他人夢想的地方 因為我們很多參加過我們活動的同學 都成為了我們的導師 甚至有些已經成為了我們的合作夥伴 而我看到他們可以用我們來發光費 也是一個我自己很深刻的瞬間 愛自由其實在營運的過程中 面對超級多的難關 因為其實我本身自己是沒有商業背景的 所以其實我自己不懂做生意 還有愛自由開頭成立的時候 其實它是一個概念 我們是沒有做過這件事的 我們都是群著一股熱誠去做 還有我們跟大部份的初創公司一樣 其實我們都是沒有資金和沒有人手 大部份的朋友都是我們用免費的方式去營運這個計劃 所以我有無數次想放棄的念頭 而為什麼會令我堅持下去呢 就是當每次我想放棄 我問我身邊的人的時候 他們都會毫無條件地支持我做我想做的事 無論是我身邊的朋友 還是家人都好 其實他們都給了很大的支持我 尤其是我自己的弟弟 他問了我兩個問題 他就問我 你做這件事是否開心 還有你覺得有沒有意義 而我兩個都是答由的 就是其中一個令我堅持做下去的動力 今集我們為Fish買了位於Studio附近的小鹽小糖食店 鳳鳴石磨腸粉 他們主打即叫即制的自家製石磨腸粉 還有坊間比較少見的紅米腸粉和黑米腸粉 這三款腸粉就是我們精選的健康配搭 再加上提出豉油令上的要求 按個人口味逐少添加醬料 那就不怕攝取過量納質影響健康吧 我平時家製食多數是小鹽小糖和小油 很少煮辣食 如果是外出的話 例如買珍珠奶茶 我自己都喜歡叫微糖或者半糖 如果是吃東西的話 我都會喜歡吃清淡的食物 但當然重口味的食物都喜歡吃 因為辣食我很喜歡吃 但在餐廳可惜很難可以叫少油和少鹽 所以我們也是偶爾在明天才會在餐廳吃東西 我今天就吃了三個腸粉 然後這個就是我們通常常吃的 就是豬肉的蛋腸 這個我未吃過 因為它有蟲草花加熟米 然後這個我都未吃過 因為我都不知原來有些腸粉用黑米做 因為我之前有吃過紅米 所以我不知原來黑米也有 然後我覺得三個腸粉裡面 其實黑米是最好吃的 因為它比較香 而且我喜歡有九黃的腸粉 因為九黃也是我喜歡的甜味料 所以我最喜歡這個 第二就是素的腸粉 因為我覺得是一個很有趣的配合 然後我覺得這間餐廳最有趣的地方 就是豉油是凌常 因為其實本身製作的腸粉 在這些餐廳是用甜豉油的 而這一間是鹹的 那這間餐廳可以給我調節 可以加多少 以及控制到鹹度 那我就覺得這個豉油是靈魂 都要加的 但是加一點就可以提升的味道 但加太多對我來說就會太鹹了 所以我就很喜歡這個可以自己選鹹度的配搭 而我也覺得這個黑米是比我想像中 因為比白米來說 黑米的腺食纖維更加高 所以我就覺得很難得原來有些有好食 又是低鹽的損項給我 我覺得減糖 我覺得個人會比較精神 其二就是可以減低糖尿病的風險 因為我之前也是做有關健康的工作 其實我也知道如果你年紀大了 有糖尿病 其實會有很多限制 還有食物會有很多禁忌 所以我也是避免自己買響這個糖尿病 我都覺得會選擇小糖的食物 而另外我覺得減鹽應該是對腎好 因為我經常聽說 就吃點鹽對腎好 而且我覺得一二來就可以消腫一點 而且我覺得30 其實你減鹽減糖 可能對你整個身體的健康都有正面影響 因為其實我們很多的疾病 其實不健康的飲食習慣 都是一些有風險的原因 所以我就覺得小鹽小糖 就是可以減少我們患一些心血病疾病的機會 以來都可以令個人精神一點 和健康一點 我想送給追夢人的一句話 其實我覺得追夢中最難的就是不放棄 因為我們在歷程中有很多原因 都會令我們覺得很想放棄 因為整件事是很難 很辛苦 但我很相信追夢不是零和一的分別 而是零到無限 因為我們其實每走多一步都是近自己的夢想 過程不容易 但相信才會有可能發生 就好像飲食習慣一樣 其實要堅持也很難 因為這個世界有這麼多美食的誘惑 但我也很希望大家可以選一個 其實對自己身體健康的選擇 選擇小鹽小糖的飲食習慣 令你之後的身體可以更加健康